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应恪守现有边境事务协议和规定 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事态升级的行动 四 双方同意继续通过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保持沟通 继续开展中印边境事务磋商与协调工作机制磋商 五 两国外长同意随着局势缓和 双方应加快完成新的建立互信措施 维护和增强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印度青年事务和体育部以及少数群体事务部国务部长 基伦·李吉珠八日发表推文称 五名之前在阿鲁纳恰尔邦失踪的该国青年已被中国解放军找到 目前 中方正在制定将这些人员移交给印方的方式 据了解 印度媒体今日印度五日援引阿鲁纳恰尔邦议员艾琳的说法称 中国人当天越过了中印边境时空线并再次制造麻烦 集对五名当地村民进行绑架 这五人分别是巴卡尔 林林 迪里 埃比亚和辛卡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月6日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回应称 中方不承认印方在中国领土上非法设立的阿鲁纳恰尔邦 不掌握相关案件的具体情况 当地时间7日 印度东部军区司令部官方发布推特确认 印度出于人道主义姿态 当天向中国归还13头牦牛以及4头小牛 这些牛于8月31日越过所谓时空线并被印军扣留 面对印度军方捉牛的举动 今日印度在9日的一篇报道中煞有介事地写道 由于中印之间的信任透支 印方有必要禁止调查这些动物 以确保它们是无辜的牲畜 这引发了外界的怀疑 这些牦牛是无辜的动物 或是如有些阴谋论认为 这类过犯举动远非无害 难道这些牦牛身上有间谍设备吗 文章捕风捉影地称 印度军方归还这些牦牛 可能意味着军方已经做过禁止调查 但动物用于间谍行动的新闻并不罕见 尽管世界军事史上或许有使用动物进行间谍活动的先例 但今日印度的这一报道通篇都是猜测 并无任何证据 此外印度官方也未对这些牦牛的身份发表评论 与此同时 中印两军在边境的对峙仍在继续 今日印度9日在题为 新礼战 中方在LAC举行射击训练恐吓印军的文章中 引述印政府高层消息人士透露 解放军在中印边境中方一侧进行射击练习 在石控线沿线许多地方都能听到中国军队的枪声 这位官员说 解放军在西藏练习射枪 声音覆盖范围从拉达克到阿鲁纳恰尔邦 文章认为 中方是要给部署在石控线附近的印军造成心理压力 印度斯坦时报9月8日引述知情人士说 解放军在石控线上的穆赫帕里山峰距离硬控地200米处扎营 知情人士说 和明那几声枪的是同一拨人 离我们的绍港约200米远 解放军过去两三天都在那里 他们帐篷驻扎在高地 NDTV9月10日引述消息人士告知 近20名解放军9月7日手持长矛形武器 试图从穆赫帕里附近驱赶印军 NDTV引述消息人士补充说 解放军这样试图胁迫印军的动作 几乎每天都发生 此外 NDTV引述数个政府消息员作出解释 从印方观察到解放军在班公湖南案出动后 两方便开始竞赛占领高地 政府人士告知 目前解放军在班公湖南案附近 已占据几处高地 近日 解放军西藏军区密集展开训练 央视军事频道10日视频显示 西藏军区青藏兵战部模拟为前线送热食 运送过程中因前方道路受损 车辆无法通行 无人机分队便通过无人机投送食物及医疗物资 这则视频被指让外界看到中印后勤保障的巨大差距 因为此前一组网传照片显示 印军正动员楚书勒村的村民 包括普通男女村民和僧侣 将水和物资扛上印军驻扎地 这种依靠人力运送物资的方式 很显然难以帮助印军对抗解放军 即便不是对抗解放军 也不可能撑过即将到来的寒冬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9日发表题为 卫星拍摄中国班公湖计划 北岸搞建设南岸扎兵的文章 发布了美国空间技术公司 Maxor Technology 9月7日拍摄到的班公湖北岸 首纸山四纸到五纸卫星图像 NDTV分析卫星图像说 解放军在五纸大量增设建筑 从5月初至今 解放军已在首纸山四纸到八纸 造出数百个建筑体 印军认为 实控线首纸山四纸到八纸 原本就是划归印方领土 NDTV认为 解放军目前在四纸 没有恢复基建活动 是因为经过过去数月谈判 解放军在四纸与印军 部分实现了脱离接触 不过有消息指 解放军在四纸五纸 大幅度加强了兵力和武器部署 与此同时 NDTV分析图像说 解放军在南岸实控线新位置 建立数个哨港 即便这里是对峙风险最大的地方 解放军在南岸 离印方任之的LAC县一公里远处 塔工地区附近施工 卡车帐篷集结在此 在8月29日到30日这个夜晚 印方认为 解放军想要攻下塔工印军港哨 于是在此发生兵力较大的对峙冲突 印眉称 在双方旅籍指挥官举行的会谈中 印方还谈到了 中国士兵在靠近印度阵地部署时 携带弯刀和长矛的问题 消息人士称 中国军队已经部署了近五万名士兵 以及重型坦克和火炮 印度一名了解事态发展的政府官员表示 可以清楚地看到 人数增加部队调动 和正在建立新的临时防御工事 他还指出 印度军队也相应地增加了部署 据今日印度报道称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 设置了包括带刺铁丝网的一些障碍物 是在向中方发出警告信号 不要越界 印度陆军官员称 如果中国军队真的越过铁丝网 那他们将不得不迎接 印度军队的专业反应 这意味着不能排除开枪的可能性 分析指出 经过这一轮的小规模对抗 双方的实力展示和态度都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 印军拉起铁丝网 说明在战术上开始由功转手 有印度情报分析员在社交媒体称 印度与对手在拉达克东部地区的兵力是31万比1.6万 差距相当悬殊 并由此得出结论称 如果拉达克发生战争 印军获得胜利将毫无悬念 拉达克的冬季即将来临 在此之前的短暂时期 如果不能达成有效的解决问题方案 实现完全脱离接触 那么将不得不把军事对峙 拖入残酷的冬季环境 所以对于脱离接触的追求 印度军队会越来越迫切 甚至不惜通过军事冒险来获得谈判筹码 核心是补给问题 由于山脚的后援营地被摧毁 印度两次出动直升机想靠近印军赶死队营地 都告失败 印度军方消息人士称 已经发现中国的大型攻击无人机 在斯潘古尔湖南岸山脊县附近活动轨迹 如果中方无人机发动攻击 印军在5100高地的所谓威胁将瞬间被清除 印度News19的报道称 印中会不会很快爆发战争 印度安全机构最高层的评估是明确的 战争的临界点还没有到 印度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我们知道中国派出了大量人员 但我们认为这是他们季节性的常规部署 不过该媒体报道称 印军已感受到压力 中国短时间内在拉达克东部部署了5万名士兵 150架战斗机 地对空弹道导弹和火箭炮部队 而印度军队正在考虑完全脱离接触 所有额外的部署都回到军营 真如印美所言 我军兵力从8月底的1.6万 悄然增至5万 那么这个数字很显然是一个彰显我军自信的数字 要知道 印军在拉达克部署30多万军队 用了至少三个月时间 实力决定一切 胜负一目了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和点赞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和点赞